好 各位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惯性局的速解法 惯性局在净力学 在材料理学 大家都有接触到 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 可能觉得简单 但是你必须能够正确 而且快速的解决问题 那这样子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底下这个题目 110年三等地方特考的考题 这是单独问惯性局ISIY 25分 那有时候呢 是我们在求解财力的硬力问题 或者变形问题的时候 那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那这个步骤你不能花太多时间 这个步骤你用个五分钟十分钟去算 不行 你必须能够正确快速的解决问题 才合格 所以我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说 如何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 那你看 以这个题目 最常见的做法 会怎样呢 这个一般就是把它切成三个矩形 三个矩形 那我先讲一个就是常见的错误做法 很多同学就直接的套十二分之BH三次方的公式 那分别算相加 那是错误的答案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马上会复习一下 矩形 对行星是十二分之一 对其他走 就不是了 那你直接套用十二分之BH三次方 那这是不对的答案 必须再移走 等一下我也会复习 那做了一个移走的动作 那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但是这样子做 其实速度就慢了 我们今天要来告诉你说 如何计算呢 会变得更快速 好 那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步一步来 阶段性的学习 首先呢 初阶的时候 初阶就是 你要熟记一些基本公式 然后能够正确套用 然后来解决 这些基本的剖面 基本剖面指的就是 矩形 圆形 三角形 这些是属于基本剖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个矩形的剖面 矩形大家最熟悉 最常用 但是要小心 但是要小心 这个矩形 你到底是要对哪个轴计算惯性矩 要讲清楚 很多同学背了一个公式乱用 你要很清楚 你是什么剖面 对什么轴的惯性矩 要讲清楚 好 那对行星走 这个大家应该最熟悉 这个公式 大家最熟悉 十二分之BH三次方 OK 要记住 这是对行星走的关心局 那如果是其他走呢 就要搭配所谓的平行走定理 我在这里写一下 另外这个走跟行星走之间的关心 它会加上A 底Y平方 行星走的关心局 加上A是面积 底Y是这两个走之间的距离 好 所以你这个走移出的时候 是要加 反过来 你是移回的时候 这个移向过来 是变成减 这个加减 有些同学也会弄错 或者有时候根本就整个漏掉了 那就不对了 好 所以 以矩形来讲 你本来行星是十二分之BH三次方 你加上A底Y平方以后 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试算一下 你可以得到 对这个底边 的关心局会是三分之BH三次方 好 那因为矩形很常用 所以这两个公式我们都会记 只是呢 你要很清楚使用的时机 那么 我可以再稍微的说明一下 这两个公式在记的时候 你可以记这样子 我们当然都是先记矩形嘛 那矩形记起来以后 先记这个对行星的 十二分之一 那对底边的三分之一呢 这个就是 除以四 四边形 除以四 就可以得到这个三分之BH三次方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那 我们等一下呢 会一直使用到这个公式 十二分之BH三次方 我要告诉你说 熟记基本公式 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好 那 这是矩形 最简单的 那么 再来呢 进阶的课题 就是要 活用公式 活用刚刚讲的 这个基本公式 然后配合叠加原理 来解决一些组合剖面的问题 好 那 组合剖面呢 最常见的 在实务上 在考试上 好 最常见的 箱形剖面 箱形呢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大矩形 扣掉小矩形 那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想算的是这个 对行星走的惯性局 对这里 行星走的惯性局 那这时候 都不需要 移走 这个大矩形 对行星 用十二分之 BH三次方 小矩形 对行星 也是用十二分之 BH三次方 所以都不需要 移走 就可以解决 那 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需要算 垂直走 也是啊 只是B跟H 要对调嘛 你对垂直走的时候 那就要变成是H乘B的三次方 这个对调 这样子就可以 好 这个很常用 这要熟悉 好 那再来呢 像这种 C型的剖面 也是一样 大的 减小的 用这种观念 就很快的 可以解决 这个水平走的 惯性局 这个水平走 都 你要很清楚 你要套公式 我大矩形 对整体行星 OK 不用移走 十二分之一 这小矩形 也是十二分之一 但是 如果你是要算 垂直走的 就要小心了 好 我画一下 它大概在这里 行星大概在这里 那 行星呢 C型剖面的行星 跟矩形剖面的行星 不一致 这时候你直接去套 十二分之一 H三次方 是不对的 这就会有 移走的问题 我先提醒你 那 今天我们先 不做这个计算 只是要提醒你 Y方向的话 这个就有 移走的问题 那 再来呢 是I型的剖面 I型的剖面呢 也是类似的 如果是要算 水平走的话 简单 水平走 把它 视为大矩形 减小矩形 那 都不用移走 十二分之一 H三次方 那如果是要算 垂直走呢 垂直走就不建议 这么分 垂直走呢 就建议你呢 把它切成三个矩形 这样子切 切成这三个矩形 那这三个矩形 对于这个地方来讲 就可以套十二分之一的公式 就不用移走 能不移走就不移走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已经把这些常用的 这种组合剖面 就可以解决掉了 好 那再来呢 是更高阶的 高阶的就是 必须要利用基本的定义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来从这个定义里面 然后去观念发想 创新解题技巧 使得解题速度可以加快 好 那 先从这个第一个 面积平移定义来看 这有两个 第一个是部分面积 如果在S方向平移 那IAS不会变 IY会变 我来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你的整个剖面的部分面积 如果在S方向移动 那IAS不变 IY会变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用最简单的矩形 来做解说 这个矩形 那 我们要先了解到 惯性矩 它的一个 基本的定义 这惯性矩 它的定义是 面积二次矩 微小的面积 乘上距离的平方 如果要算IS 那就变成是要乘上Y的平方 这样子 我切一下 这个微小的面积 乘上距离的平方 好 那这进行积分 就可以得到惯性矩 这是惯性矩的一个定义 那 从这个定义 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Y如果越大 Y如果越大 那惯性矩算出来 那就会越大 所以 如果今天 我们把某一块面积 把它往外移 惯性矩是会变大的 往内移 惯性矩是会变小的 这种观念性的问题 在一些选择题的考题 像建筑师 他们会考选择题 或者在土木的考试 有些考试也是有考选择题 那就很容易 有这种题目出现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我把它插掉 如果本来是一个矩形 那你惯性矩的公式知道 十二分之BH三次方 那假如我们把这个矩形 改成I形的剖面 改成这种I形的 大概画一下 如果改成I形的 那这时候 要我们比较这两个 惯性矩的大小 不要计算 不要动手 不要按计算机 直接要判断 这两个惯性矩的大小 我要再稍微的说明 假如两个面积是相同 面积相同的前提下 那要比较这两个惯性矩的大小 那要比较这两个惯性矩的大小 不用慢慢算 这个直接的 直接的凭着观念 怎样的观念呢 你看哦 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说 这一块面积往外移 这个也是往外移 如果把里面的面积往外移 惯性矩就是会变大 因为惯性矩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说它对这个走的分布情形 如果越是集中 惯性矩会越小 越是分散 惯性矩会越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说 我这个面积是往外的 惯性矩就是增加 那像这个选择题有时候 它要你去选 选说谁最大谁最小 用这种观念有时候就破解了 好 这提供你做参考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要告诉你 刚刚讲说往外移 惯性矩增加 往内移惯性矩减少 那如果 只是平移呢 只是水平平移呢 这距离没有变 没有变 惯性矩就没有变了 好 你来看 假如 刚刚讲的 这里的一个微面积 乘上距离的平方 那我把这个面积 左右平移 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那我乘的距离还是一样 那我算出来的惯性矩 当然还是相同 所以你看 矩形跟平形这边形 如果它是等宽 等高 那惯性矩都是 十二分之BH三次方 这两个的惯性矩 是相等的 但是 小心哦 这是指IS 在S向平移 IS不变 IY会变哦 IY就不相等了 要小心 因为你乘的距离 这个方向的距离 就会改变了 好 那 有这个观念 进一步的 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 就是三角形 三角形的基本公式 对行星三十六分之BH三次方 大家都很熟 那这个公式 用在直角的 锐角的 顿角的 都可以嘛 可能过去 你就直接在用 人家如果问你为什么 因为这左右平移啊 左右平移 这不会影响 S方向的惯性矩 了解意思吗 好 那利用这个观念呢 我们就可以来解决 这个 三等特考的考题 首先呢 如果他要我们计算 IS S方向的 惯性矩 那我们不想 切得太复杂 希望快速解决问题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左下的矩形 这一块 左下的矩形 做一个 左右的平移 这里 左下矩形 向右平移 那是不是变成一个 T字形 转90度 T字形 转90度 那这就简单了啊 这个要算 对S轴的惯性矩 你就把它切成两个 矩形来看待嘛 那两个矩形 分别对这个轴线 算惯性矩 来我们列式 这变得很简单哦 先看第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 要对秦星走算惯性矩 用十二分之一 Vh三次方的公式 好 那 这个方向的尺寸呢 是这个本来 四百二再加 再加三十 这个四百五 我帮你写上来 这里是四百五 这里是三十 所以它是四百五 乘上三十的三次方 这是这一块的 第一块的 好 再来 再加上第二块的 第二块在这里 这个宽度是三十 那这个高度呢 高度是这里 两百一加两百一 再加三十 那这个是四百五 所以的是三十 宽度乘上高度的三次方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算出答案来 好 按一下计算机 这个可以得到 二二八点八二五 乘上十的六次方 好 那这个单位呢 是 毫米的四次方 其实你在作答上 有时候也不用写到太多位 这个有效数字 写个四位 写个二二八点八 这样子其实都可以接受了 好 那你看 这个题目本来说起来简单 你会算 但是你花了多少时间 那我们呢 有观念 然后做一个平移的动作 切成两块 一个式子就解决了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再看 如果是 部分面积在 Y方向平移 那 IY不变 改成是 IS会变 那我们一样的 可以来看 如果是 这个剖面 要算 IY的惯性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块剖面 矩形剖面 左下的矩形 在 Y向平移 把它移到上面了 在 Y向平移 IY不变 在 S向平移 IS不变 记住这个观念 好 那这样就变简单了 这是一个 C型的剖面 转90度 要对Y走 要小心 对Y走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大矩形 小矩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扣掉这个小的 大的 扣掉小的 好 那么 大的矩形 这是 240 然后呢 乘上 这个 这个方向 是480 我们先写这个 好 IY 也是用 12分之1 都不用移走 最简洁 12分之1 好 现在是变成 240乘 480的 三次方 因为要对Y走 这时候要把这个 当做宽度 这个当做高度 240乘上 480的 三次方 OK 好 那 扣除 小的 小的呢 是这个 210乘以 这里210 扣掉30 210 那这是扣掉60 这里是420 210乘以 210乘以 420的 三次方 大的 减小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算出这个 IY 等于 915.3 乘上 10的 六次方 你看 一样 一个式子就解决了 这样才简洁 你将来 你看 你在柴道力学里面 你要硬力分析 变形分析 那第一个动作 要先算惯性局 那我们这样子 只要一两分钟 我们就把它搞定了 这样才可以 好 那么 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观念 你看 你可以很快速的完成它 所以在学习上要注意 在学财力结构都一样 你不要只是死背公式 只是拼命计算 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 观念的建立 观念的建立 最重要 观念是要靠理解 公式呢 重要公式才背 公式当然是要靠记忆 但是 其实 重要的公式才记 那剩下的就是数学的问题 数学计算的问题 这三件事情 要兼顾 一般同学 这个部分欠缺 它背了很多公式 那可能有时候会误用 或者 有时候呢 就是把问题弄得很复杂 计算弄得 计算量弄得很大 这是欠缺观念 那再来 如果你不背公式 也不行啊 你如果为了考试 那你 再多的观念 你从头 进考场 再从头去推导 也不行 所以有一些重要公式 还是要记 那 那只要你观念提升 公式不用背太多 那 计算量 会减少 那这样这个才是 比较有效的学习方式 那 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如果你想要 这个 进一步的 这个看更完整的课程 那欢迎加入 实力的行列 我们实力补习班呢 在前半年呢 有开一些这种 精修的课程 从头教取 即使你非本科系 从头教取都OK的 那到了下半年呢 我们会开提醒班 就是当做说 你有一些基础 然后 以考题的训练为主 那 多做一些题目 那会更 对考试的 会更有加分的作用 那再来呢 像这个题目 其实在我们的书本 材料绿学的 这个观念谱区里面 都有类似的题目 我们的考 我们书本里面 是绿型的谱面 它只是转90度嘛 它只是把它转成这个样子 那你如果是死背 死背题目 你说啊老师 这个长得不一样 那就完了 你要活用 知道说 出了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 跟我们课本的 到底是什么相关性 那这样子的 才能举一反三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介绍 大概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我们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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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兴趣